勉勵各位 看到你們來做真的很開心 我們一直在進步 來 請你拆除執照的時候 注意 16條規定建築物跟雜像工作物 然後因為都市計畫 拓寬或主管計畫通知要限期拆除的時候 你就要看 就是人家開路 你的路去就回到人家 開路的地 情癖或腐朽 朽壞有危險 必須立即拆除 這都在目垢罩 目垢罩才會有驚喜 情癖不一定 朽壞大概都在目垢罩區多 違反本法基於命令 經主管機關通知限期內拆除 因為公共安全 這是模型 不要看得太逼真 這真的是模型 這是漢堡的維修世界拍的 真的看到好感動 我在那邊待了六七個小時 好精緻 人都看像是真的 然後你看 它很會勤筆 德國會勤筆 這是漢堡之前 德國會勤筆 這一看就是災後 什麼災 被飛機轟炸的 火燒啊 木鉤炸等等 那模型做得好真 我看了 好感動 以後你們也去德國玩 要去這邊走一走 有小孩最好 真的很感動 我去的跟他很感動 規劃一下 不知道來咪我 告訴你怎麼去 門票要預訂 替他做廣告 好 我去看到就很值得 我這個年紀了 你看 我這個年紀去看那個東西 看得好感動 看到所有不同的隧道 看到所有的橋樑 從古到京所有的橋樑 其實都有 因為我們做這一行 鐵路 港灣 什麼都看到 真的是 這真的很值得 台灣就沒有 OK 台灣不是沒有人才 沒有 對啊 那個以後再跟你討 我覺得那間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來 請你的文件 我們看 申請拆除執照的時候 應該具備申請書 並解副建築的權力證明文件 那拆除執照審核在五日內 要審核完畢 這也是在德國一個 一個折戰他們在施工 早上來的時候 他們在施工 他們把鬼診 湊出來 開幕的 我去聞了一下 Hinoki 他施工的時候 不准旁人進去 他們管制的很嚴 我是偷偷跑過去看一下 對不起 還要趕我 對不起 走錯了 走錯了 有觀光客 算得很乾淨 下午回來的時候 工地飯全部清理乾乾淨淨 台灣呢 算得很乾淨 來 這他們拆坊子 我就說讓你看一看 我出國都在拍這些 跟工程相關的東西 他們拆坊子真的好乾淨 還有什麼營養 沒看著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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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用噴水在噴 這很舒服 你知道嗎 這有時候我們在餓 我們這個要學的東西太多了 好 來 那這個強制拆除的話 他講說建築物所有人 住址不明 無法通知 禁與公告強制拆除 找不到人了 對不對 那不急通知強制拆除的話 應該加以公告 那譬如說 這種天然災害 地震 水災 風災 火災 重大事故 建築物發生危險 不急通知的時候 那有主管機關進行拆除 你發現這些事情被拆 你沒有辦法告他 法令有規定 OK 你要告他什麼國家賠償 沒有 依照這一條 這個就是他們戰後火災的經驗 這模型 你看到別人的腳 你看看 這模型做得好像真的 好感動 你知道有時候看到人家很認真 在做一件事情 光做模型你就感動 你知道嗎 這個有時候 我是不是太容易被感動 OK 看到這樣 這個做模型 面建築物系要做模型 他怎麼樣把它弄像火災之後的東西 真的是 他連那個火車 他火車是動的 他現場火車是有 還有一個行控中心 有四個人在監控行車 那個火車 小小火車上面有個鏡頭 然後他們就好像 好像那個北宜隧道那個 行控中心在那邊看那個火車 然後火車停住 我就派人去那邊馬上現場修 我覺得他們好專業 真的 他那個 軌道多 還有飛機在起降 你知道嗎 一定要去看 去漢堡一定要去看維州事件 好不好 推薦 大人小孩都適合 尤其我們做工程的 一定要去看一看 好來 指定古蹟跟管理 管理維護的規定 我們看 指定為古蹟 的古蹟建築 遺址 其他文化遺址 這個很麻煩 很麻煩 地方政府 因其所有人應於管理維護 所以我說 非廣告 我們這邊還開一個古蹟班 近期會開班 陳大不開了 那古蹟修復班 那以前這邊有一個老師 跑去中原大學 他是古蹟修復很厲害的 那可能會找他來主持 那他們開一個班 像來公立主任班 如果你有經過那個延期時速 經過古蹟的那種修復 不是修復古蹟 是說你的工程 會在古蹟附近或經過 想倒入工程就好了 你有這個班就可以直接做 這個現在很少 你不要不在乎 那不在乎 有一張症狀很值錢 我跟你講 因為有錢買不到 這種症狀很少 好 來 拆除的時候有施工 有維護施工 真行的安全的設施 不妨礙公共交通 這也是 這張模型 拍得好過癮 像不像真的 真的像柴環的樣子 OK 好 再看一下罰則 公立主任可能遇到的罰則 第一個 擅自承造的罰則 你兼造或承造業務 勒令其停止業務 並處6千到3萬元以下的發販 那不遵從而繼續營業者 處1年以下有期屬性 居易或科處 或科或病處 科處3萬元以下 罰罰 罰金 擅自建造 使用跟拆除規定 來 擅自建造 除以建築物造價 千分之50以下罰罰 百分之5 很多 勒令停工補辦手續 有時候是補辦手續 給你罰百分之5 千分之50 擅自使用者 除以建築物造價千分之50以下罰罰 勒令其補辦手續 可以補辦的 那擅自拆除者 1萬元以下的罰罰 勒令停止拆除 這還有分 你拆沒有我還可以幫你罰錢 好 那施工中的罰則 有下一個情形的話 監造人 起造人 承造人 監造人 除9千塊的罰罰 還要補辦手續 第一個 會按核定工程圖樣 說明出施工 要罰錢 那建築執造儀師 為依40條登報作廢 所以還是要去登報作廢 證明有講 你沒有登報作廢 還要罰 好 預期建築期限 這超過期限 還是罰 沒有佔期 要罰 預開工期限 沒有申請者 還是要罰 這幾個要罰 要注意一下 那變更起造人 承造人 沒有依50條一款 你去查一下50條一款 你可以翻翻看 書本裡面有 可以翻翻看 去看一下 其實他們這個寫的 就是不要怕它太攏長 你去看那一條 回來這樣而已 中指的工程 可以可供使用部分 為依55條二款 辦理 變更設計 沒有使用 50條有規定的 得按 得按 實申報勘驗者 所以你沒有按實申報 什麼時候勘驗者也要罰 所以看一下 機械遊樂設施的罰則 這個一般算是在六福村之類 這樣的東西 那它的維護 那些機械設備 真的是要注意 六村小人 小人口現在沒有了 那個還有一間什麼 G5那是哪一間 忘記了 大怒省有一間 反正這種設備 其實這樣很危險 那個真的沒有做好 其實人命會出問題 有人家好奇怪 發了錢然後去那邊吐一吐 然後又再下來吃一吃 好 這個我不太懂 OK 算了 我做那個 你說我怕做嗎 怕 為什麼不怕 做那個不舒服 你有什麼好樂趣的 搞不懂 做完下又不舒服 所以我不喜歡做那種事 OK 好 除了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這好很重 得病科 一百萬元 五百萬 一百萬以上 五百萬以下 這很高 所以 好 自重商處 六個月以上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而科病新台幣 五十萬以上 兩百五十萬以下 這邊稍微看一下 你有做遊樂設施廠的工程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 勒令停工的罰則 勒令停工沒有經過許可 不能擅自復工 如果你不聽的話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居疫或病科三萬元 病科 你不聽說 再跟你看三萬 三萬 一哈 好 那 擅自使用的罰則 沒有使用執照 你就用了 那沒有 你有經過擅自使用 金制止不寵 金制止不寵 制止就不要 就沒事 制止不寵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除三十萬以下罰完 那擅接水電 那你就怎麼樣 他就講 擅接水電 那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十萬 跟前面這個很像 擅自使用水電 因為使用之道 才可以接水電 好 那 強制拆除又重建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也是三十萬 這比較好記 這三個都一樣 好 升降機跟那個機械停車 設備的划完 你看一下 那 新台幣三千元以上 一萬五千元以下 這個比較小一點 限期補辦手續 那擅自做廣告 擅自設廣告招牌 這個要罰錢的 四萬到二十萬 那 真的要做廣告 你要先 先在工程圖上 先畫好審查過 好 廣告招牌 設施工明記 各位看一下 你只好圖附在裡面 我圖裡面有 我按圖施工 那OK 你自己弄的廣告招牌 可以罰的 你說都沒有在罰 是 是都沒有在罰 真的要罰 有文可以罰你 有條款可以罰你 這是貼在那個上下樓梯 一些規定 好 再看一下負責 負責 看排多久 對不起